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民众宅家的过程中 刺激了多个行业线上业务的发展 在全国政协委员 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张健看来 体育行业也能与线上经济做很好的结合 这是体育产业一个新的转机 两会期间 张健在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新冠肺炎疫情给体育赛事 线下培训 场馆运营等体育产业带来了影响 但也可以从中寻找机会 打造新型体育产业模式 借着这次新冠疫情要研究居家健身 还有线上的赛事 线上的培训 包括一些居家健身的器材 还有不光是器材了 整个从运动项目 居家新的运动项目 新的赛事 新的器材 新的传播方式 这些方面我觉得要加上研究 那么这可能是一个新的发展趋势 疫情中 张健说自己对于体育产业有了更多思考 他认为 疫情后民众对于自身身体健康更加重视 对于健身的需求会更加旺盛 而在当前形势下 如何实现民众居家健身的安全有效 这需要中国体育人去做更多的思考 通过这次疫情 确实人们对身体的健康的需求 对抵抗力的需求 对前身健体的需求更大了 所以因此应该把人们主动健康 比如说力量 速度 耐力 柔韧 平衡 灵敏 几大运动素质 怎么通过这个个人在家庭的训练当中 把这六大素质提升 当前 体育发展越来越受到全社会重视 张健说 中国体育产业的市场空间巨大 需要走的路还很长 而抓住5G等科技风口 是目前比较紧迫的工作 对5G的这个时代的到来 应该呢 就是研发这个线上比赛的传播方式了 比如说这个举例 像一个以前都在球场里看球 你买的几牌几号 虽然现在到不了现场了 但是我们能不能拿5G模拟出来 我在家里我也买这个票 我也就是这牌这号的观众 作为体育高校的管理者 这次全国两会张健还关注体育教育的发展 他认为 下一步体育高校要加强体育职业教育的发展力度 将培养体育技能人才当作重点任务来抓 我们现在特别缺乏体育职业的这样的技能人才 包括教练员 包括现在冬季冰雪项目的 比如说志兵师 包括比如像马术运动的这个钉马掌 你包括很多的这个运动技能技师这样的人才特别缺乏 所以我觉得今后体育教育应该加强这个体育职业教育 这个是体育教育应该是努力的一个方向 新冠肺炎疫情下 中国各个行业都受到冲击 体育产业也遭受巨大影响 张健说 随着中国疫情形势的持续好转 加上中国体育市场的巨大空间 中国体育产业一定会迎来复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